台北市228紀念活動在228和平公園紀念碑廣場舉辦 沒想到在市長蔣王安致詞時 有民眾抗議導致支持中斷 場面一度混亂 台下的部分參與貴賓也鼓掌拍手 為蔣王安加油打氣 在我擔任台北市長任內 我宣誓我必責成市府團隊 對台北市228事件的歷史材料 將盡其可能的繼續挖掘搜尋 對台北市228家屬在現實處境當中的需要 也必盡全力加以照顧幫忙 雖然我們常說亡者已以來者可追 但以228事件的歷史傷痛而言 亡者未必已以來者仍有可追之處 這或許正是我們必須要正視歷史 反思現在深謀未來的原因 過去李前總統曾以國家元首的身份 面對228事件 承擔了政府所犯的錯 並質疑深志的歉意 馬前總統已曾說過 針對228政府雖然做了不少的補償工作 但至親愛人消失的克補民心感受 不可能因此消失 我們必須更深刻體會家屬的心境 對事件痛定思痛 認錯改變 重新觸發的過程 是最好的社會教育 也是最好的人權教育 兩位前總統 他們都曾是台北市長 他們深切感受到台北市民之痛 台灣民眾之痛 何嘗不也是我身為台灣的一份子 台北市民的一份子 台北市長的接棒者 心中最大的哀痛呢 身為台北市長 我深深為76年前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城 天馬茶房附近的氣煙事件 進而導致全台228事件的歷史傷痛 致上沉治的歉意 所有執政者都應以此為戒 施政必以滿足人民的期望為終止 施政也必以維護基本人權為目標 活動由光復愛樂合唱團的追思合唱開幕 接著228家屬獻樂 肆意帶領全體出席默哀者駐倒一分鐘 蔣萬安與228家屬代表獻花 追思試著回顧歷史 歷史老師的口中輕描淡潔的聽他說這件事 才開始對228事件感到好奇 然後回家一問母親才知道 其實外婆也鮮少對她提及這件事 就是只知道外婆在最青春的17歲年華 就失去了她最摯愛的父親 後來但是即使如此 就是也未曾從外婆的口中 就聽見任何一句仇視政府 或者仇視任何人的言論 但後來細細想來 我覺得也許外婆是在用她的方式 阻止仇恨繼續蔓延 她覺得這些仇恨也許沒有盡頭 她不希望我們去承受這些 228事件至今已經76年 就時代變化太快 就是與我們這一代 或下一代 或是下下一代 就我們可能很難完全的共情 當代家屬的心情 但這個事件是台灣走向民主的跳擺 我想即使不是罹難家屬的後裔 也明白當時烈士們替我們爭取到的民主與自由 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一個事件讓多少社會精英無辜慘死 讓多少家庭支禮破碎 這些歷史不該被台灣這整個整體遺忘 所以我們在座裡一起紀念這個世界 希望行政院院長 這個督促228經濟會 重新再翻案 在這裡我最後一句話 各位敬愛的長輩 我們現在所有的台灣人 騎人口的比例 我們是八十幾趴 說起來 我們是人責 窮 各位 我們要記得 在賓國三十多年的時 我們是很小 我們不祈福 但是這幾十年來 台灣社會 讓我們很多的混亂 所以 我要報告 我希望我們這些長者 我們是多數 我們是強者 希望在賠償外省的議題 各位長輩支持我 我們要替 但是機兵能夠站出來 辦了一場他的詩文展 委託他的孫子 張安滿先生 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做 由他擔任策展人 我並且承諾 他展覽的內容 我一個字都不會改動 展出之後 收到很好的評論 可是呢 揭幕當天 卻沒有看到張伯母現身 我問安滿兄 怎麼回事啊 他說 媽媽不敢來台北 因為我會怕會出事 我聽了以後 內心一陣絞痛 28世紀已經發生51年了 張伯母當年的恐懼 還沒有消除 這是什麼巨大的 強烈的恐懼啊 我立刻告訴安滿兄 我們到花蓮再辦一場展覽 台北去完以後到花蓮 讓張伯母能夠看到 他的兒子 為他王夫辦的特長 節目當天 我也到花蓮去親自主持 展現了最大的一個誠意跟敬意 第二天我就卸任台北市長了 總算 總算 我在 蔣萬安會後也接受媒體連放 針對媒體詢問 致詞時是否以蔣家後代身份道歉 蔣萬安說 面對228事件就是坦然面對 希望找出更多史料公布 持續撫平傷痕 達到社會和解 並且再次重申 身為市長 願意為76年前發生的事情 在台北市大道城天馬茶行旁 至上深深歉意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答案 並靡歐